哈喽大家好,我是不爱说雕,爱吐槽的郭大侠 今天继续聊达子行为天下的故事 这天达子带着几个老毛子 来到了一家名不经传的寿司店 理查德假扮成厨师 有模有样的做着寿司 其实这些寿司都是小朋友偷偷从外卖盒中直接拿出来的 达子一边吹嘘理查德的手艺 一边做出一副吃到极致美味的销魂表情 这俩老毛子也是人傻钱多的外行 他们根本吃不出寿司的好坏 最后叫不住达子的一番忽悠 老毛子立马掏出两亿现金表诚意 邀请理查德去俄罗斯开饭店 理查德假意推辞了几下就同意了 正当双方即将达成合作事 保安大爷突然闯了进来 三人眼看已经穿帮了 值得夺路而逃 回家后的小朋友表示 再也不想过这样惊心动魄的生活了 于是第402次提出要退出诈骗团队 小朋友离开后打算找一份正经工作 偶然间看到了一家叫陵屋的温泉旅馆正在招人 不仅包吃包住 而有一个年轻貌美的老板娘独自打理着 小朋友刚刚适应新的工作 却传来陵屋被樱田度假中心收购的消息 樱田度假中心的社长叫镜子 他在5年前就向陵屋抛出了橄榄枝 但被陵屋的老板娘拒绝了 之后就顾水军在点评网站上刷杀屏 导致这几年的陵屋一直处于负债状态 小朋友对镜子的做法很不满 于是回去找达子和理查德 想让他们骗镜子1.5亿 替陵屋老板娘还债 达子一听来劲了 于是立马召集小猫咪们收集情报 镜子全名叫樱田镜子 当月毕业后和毕临倒闭的樱田酒店继承人结婚 凭借强硬的手腕不禁振兴了樱田集团 而且大肆收购周边小型的度假村 开始疯狂的减饼扩张 在全日本都开了连锁店 他的梦想就是制霸全国 这个别看岛国地儿不大 整天老想着去制霸 打个篮球想要制霸全国 踢个足球想要制霸全国 玩个四驱车想要制霸全国 单个海盗想要制霸大海 造个奥特曼想要制霸全宇宙 整天制霸制霸 治你妹啊 镜子最近得知政府准备建造一个大型的度假村 于是频繁和交通部大臣深入浅出 由于这个交通部官员作风不检点 上了报纸头退后就引就此时了 取而代之的是新交通部大臣水内 水内是个两袖清风 一身正气的大清官 但是镜子不想就此放弃 于是找到了名侦探 武士兰 悄悄打探政府这边 会把度假村建在哪里 达子了解这一情况后 开始夜以即日的攻读 度假村管理知识 并成功地映射为镜子的私人助理 小朋友这边也频繁在网上发水帖 营造出水内准备在老家珍贺 投建度假村的假象 武士兰这边也有新的进展 他发现镜子的新助理达子并不简单 他父亲是珍贺当地松山建筑的社长 并拍到达子回到松山建筑时的表现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新助理就是该项目的突破口 于是镜子连夜找到达子 让达子利用身边的优质资源 和水内身边的进程接洽 达子半退半就 但镜子找到了 特意参加水内数值会的理查德 为了让镜子相信理查德 达子甚至编出一套 理查德当前猥亵过他的过往 镜子以此相威胁 被理查德说出 杜家村要见在珍贺的内部情报 为总了所有宪报 镜子认定杜家村肯定是要见在珍贺 于是着手研究珍贺地图 他发现有座八五郎岛 非常适合见杜家村 如果能将这座 估价2.5亿的私人小岛拿下 到时候翻个几十倍 应该不是问题 另一边 小朋友早早就来到了八五郎岛 他了解到这座小岛几乎无人问津 只有八五郎的孙子五雄一人居住 于是小朋友设法制开珍五雄 并假扮成五雄 接到远道而来的镜子 只要和镜子见了合同后拿钱走人 这次行动就算完成了 但是小朋友和镜子接触的过程中了解到 镜子也是穷苦出身 早些年家里负债累累 卖掉了经营多年的旅馆 镜子从小立志要夺回旅馆 但是在欲望的趋势下 贝离初心渐行渐远 第二天镜子带着五一现金 直言要买下小岛 但是小朋友却犹豫了 经过昨晚的交谈 反而有点同情镜子 而这时 武士兰带着真五雄走了进来 原来昨天镜子和小朋友交谈过程中发现 小朋友对酒店行业一些暗语一窍不通 于是对小朋友起了疑心 小朋友眼看暴露 撒腿就跑 但是被武士兰轻松制服 这边真五雄和镜子直接签了合同 小朋友一脸绝望地看了看达子 此时心中有万千话语 也说不出口 镜子满意地带着达子离开了 武士兰将手枪塞进小朋友的嘴里 轰得一声后 小岛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第二天镜子来了公司 正好看到电视上水内正在公布 把杜嘉森建在重绳这个地方 达子没有来上班 属下也在电话中得知 水内身边根本没有叫理查德的人 镜子连忙坐船前往巴武郎岛 却发现真正的武雄竟然是个正太 另一边 达子和理查德正在兴奋的数据前 小朋友则在一旁大声指吻 乌士兰和真乌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就是万众期待的解密时间 其实刚开始 小朋友发誓要推出团队之前 镜子就已经 进入到了达子的视线 小朋友找工作时 看到了招聘几事 也是达子时间安排好的 就是为了引起小平的注意 也让其成功应变到灵雾 达子和松山建筑 一点关系都没有 之所以表现得如此亲密 是因为他 锤内当然也不真是理查德 乌士兰和真乌雄 其实是达子的一招暗器 达子知道小朋友 每到关键时刻就翻二 而且只有小朋友 表现的漏通百出 多一的镜子 才会更加相信真乌雄 小朋友带着1.5亿现金 去找林屋老板娘 结果发现 老板娘和厨师长抱在了一起 于是放下了1.5亿现金 留张纸条就走了 小朋友第402次退出 宣告失败 无奈又回到了达子团队 接下来达子就将目光 描向了艺术拍卖行 并调装成中国买手 大肆采买名作名画 看来又有一条大鱼 要上钩了 有没有很期待呢 好了 我是郭大侠 我在先用炸骑士的世界 等你